乱世多磨难 胡乡多英雄 胡乡文化为何能在危难中挽救中华命运 科普地理知识近在野哥地球说 大家好 我是野哥 自古乱世出英雄各领风骚数百年 为是胡乡子弟多豪迈 赶交日月换星天 中华自近代被列强的炮火打开国门之后 便陷入了内忧外患事关生死存亡的乱世 而当整个中华民族都陷入危机处境的关头 是写下了赶交日月换星天这句豪迈式的 开国领袖毛主席带领中华儿女驱逐爱迪 建立了如今的新中国 而咱们伟大的开国领袖 便生于英雄辈出的省份 湖南 在中国陷入危难的近代历史中 湖南出生的英雄人物 虽当属领袖为首 但却远不止领袖一人 那么为什么中国这么强大省份那么多 唯有湖南能在短时间内培养出这么多的英雄名将呢 湖湘文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野哥这就打开中国地图 带领大家一探究竟 湖南地处云贵高沿向汉江平原过渡的地带 地势成三面环深朝北开口的马迪形地貌 由平原 藤地 丘陵地 山地 河湖构成 湖南地化长江 珠江两大水系 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它总面积21.18万平方公里 复杂的地貌构成了湖南美不胜收的香山香水 湖南近代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诞生出这么多英雄人物 主要还是因为湖南特有的文化特征 一个地区的文化往往能够决定着该地区居民的精神所向 而湖南的文化精神便是中国国魂最精粹的象征 湖南省简称湘 所以湖南文化也叫做湖湘文化 自南北朝及唐宋以来 中原的文化中心便开始向南转移 湖湘文化就是在中原文化难移的大背景中 受金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双重影响下 而在如今湖南地区所形成的一种地域性文化 对其后千百年尤其是中国近代史 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所以说起湖湘文化 咱就不得不先说一说湖湘文化的贤身 金楚文化 屈原正是金楚文化的代表 可以说屈原就是湖湘文化的开启者之一 屈原心怀大意 并且为了心中的理想可以做到九死不悔 这便是湖湘文化最开始的意识形态 湖湘文化的开启者 除了屈原 还有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贾依 年少的贾依受到屈原和金楚文化的影响之后 尝试将文化理念与治国的谋略相互结合 并积极投身于政治实践和社会变革中 它对后世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近代英雄豪杰 曾国潘 左宗棠 毛主席等人 都在他身上吸取了思想之源 并且将他的主张和手段用于政治实践中 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湖湘文化随着数千年时间的发展和沉淀 其伟大的精神已然成为了湖南人骨子里的性格 可以说湖湘独特的文化特征 是近代湖南英雄辈出的客观条件 咱们看完客观条件 野哥再带大家聊聊 帮助湖南彻底的崛起的历史推动事件 清朝末年 湘军崛起 欧洲列强用炮火轰开了中华国门 一时间内忧外患 战火四箭 民不聊生 在当时清政府抵抗外敌都极为吃力的时候 清朝又爆发了内乱 太平天国危机 清政府兵力实在不足 无奈之下只能让朝廷大员自己去各省练兵 而曾国藩便借助这个机会 在湖南发展出了湘军 继承了湖湘文化的湘军 自然斗志高昂 性怀大义 无畏牺牲 因此不可一世的太平天国 很快被湘军剿灭 曾国藩也获得了 从太平天国搜刮来的那些财富的使用权 继承了湖湘文化的曾国藩 当然没有把这笔财富私吞 而是将大部分经费都投入到了湖南 大力发展湖南的教育水平 当时湖南一个省投入的教育经费 已经超过了其他地区教育经费加起来的总和 并且当时清政府的用人风向是认足为亲 也就是说曾国藩更喜欢提携湖南籍的有才干人士 一般在湖南各学校表现突出的人 都会被已经有地位的湖南人赏识并提携 很容易就能得到实权开展自己的报复 因此在湘军和曾国藩助力之下 湖南彻底崛起 开始了发光发热的近代史历程 众多英雄豪杰也在湖南良好的教育环境中 纷纷脱颖而出 并为中国的崛起 不留余力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在当时中国动荡的时局下 一个人的天赋哪怕再高 若没有湖南的教育和政治资源 也无法成就伟业 而假如其他地区拥有了同样的教育和政治资源 却没有湖湖文化所传承下来的精神 恐怕也做不到像湖南人一样 为国为民 所以纵观整个天下 唯有继承的湖湖文化的湖南 才可以为中国培养出如此众多的英雄人物 他们为了中国更好的未来 为了中国人民更好的未来 不为艰苦 不为牺牲 纷纷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鲜血甚至是生命 在中国最为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 是乡军向日军吹响了第一声反攻的号角 阻挡住了日本侵略的步伐 甚至将日本打退回原本的驻地 这场反攻战的胜利 激起了中国军人的斗志和自信 也让中国人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时至今日 中国在经历过飞速发展之后 已经成为了世界强国 重塑了往日辉煌 可无论大家的小日子过得有多么滋润 都不能忘记咱们幸福的生活是怎么来的 英雄先辈们抛头颅 洒热血 铸建了中国的新长城 其中 当属湖南 贡献了最多英雄豪杰 伟大的胡乡文化 立当被每个中国人 铭记在心中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被互相精神打动到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点击关注 评论转发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